上面呢我们主要是针对本套设备进行了它的一些功能进行讲解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总结了各位选手在日常练习过程当中呢 容易出现的一些一错点我们进行了总结来进行一些介绍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就是我们这个六轴机器人 它呢总共是分为有两条 第一个点看到这个视角器部分就是我们这个固定视觉这个部分 这个地方一定别忘了这个把这个固定开关的打开 而且呢这个通讯成功的话这个绿色的勾呢它会显示绿色的啊 这边咱们一定不要忘了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条 咱们大家在这个写完程序啊将这些点视觉好之后呢 我们就是最好是点文件再把咱们程序呢重新打开一遍 这样的话就是在可以避免它有些这个点位啊丢失呀等等会避免这些情况 所以说建议大家这个编买程序保存之后呢再这样操作把它打开一遍 你再去运行你的程序就可以了 好下面呢我们讲一下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2D视觉相机的部分 第二部分因为我们第二部分这几个一错点呢主要是从这个软件中体现 所以说这边我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录屏的方式给大家讲解 首先第一条就是在这个通信管理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出发方案这个一定要打开它啊 否则的话通信不上啊 很多选手呢可能只是把这个地方啊打上钩了 但是这个出发方案没有打钩 导致咱这个视觉通讯能失败 所以说这个地方一定要打上钩 然后再把这边给打开就可以了 第二条的话就是格式化 就是格式化这个格式这个的话是我们有这个固定的格式的 那个如果格式不对它是那个发送数据是失败的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在下面有个叫格式化合并 在这这个的话一定要把它打上钩 这样的话咱最后点一下保存就OK了 这第二条第三条的话就是脚本这一块 脚本的话也是一个格式化也是一个格式问题 就是在咱这一个范围它中间这样的格式 必须要按照我们这样去写 否则的话它是也是发送失败的 还有一个就是第四条 颜色抽取 颜色抽取的话咱那个这个运行参数 这个RGB这三个通道呢 尽量它的数值尽量调大一点 因为你调太小的话 它可能分辨不出来 导致这几个有一定误差 它可能会识别重复等等之类的情况 最后一个就是 在咱这个视觉标定这一块 就九点标定这一块 咱那个在做这个标定 这个这个纸上画圈的时候 现在那个圈画大一点 然后咱们在匹配的时候呢 尽量的匹配的那个中心点 然后那个标定针呢 一定要着重的从那个中心点上来进行匹配 这样的话 咱最后输出的那个视觉标定呢 才会准确一点 这是第二部分 就是2D视觉这几个异错的点 给大家进行讲解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三部分 就是咱这个协作机器人部分 首先呢 这个咱看第一条 第一条的话就是 Moodbus配置不正确 这里呢主要是体现在这个机器人里面有一个Moodbus 这个参数呢咱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它是一个从站 这个IP呢是四个零 就是四个零就可以任意的去搜索到IP 这个端口呢是默认的 都是502 然后这个有个ID的一个账号 这个账号只要是不要和咱这个 这边的PLC的这个地址啊 冲突就行了 然后我们把它给打开 点击保存就行了 下面这个Moodbus寄存器呢 这一块主要是咱这个PLC端的 咱们打开看一下 打开这个编辑 然后类型呢 PLC是做一个这个主站 然后它的IP地址呢 就是192.168.1.18 这是PLC的地址 然后端口是默认的502 这个呢就是不要和刚刚那个重复 写个2就可以了 这里是为避免冲突呢 咱们创建默认变量的 会覆盖已配置的变量内容 这边再点击创建 然后点击下一步 这样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的话就是 机械零点不准的问题 机械零点不准会导致咱的视觉抓取 以及咱的一个定点 会发生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咱在编程之前呢 可以把机器人打到这样一个姿态 点一下 咱按住使能 打到这样一个姿态 看一下它的零点准不准 不准的话咱可以先把零点进行一个较转 第三条就是咱们保存程序后呢 一定要将这个程序啊 推送控制器一下 就在工程 然后工程配置 在这有个叫推送的控制器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程序变完之后 可能有的点不对 可能会跟这有关系 咱一定要点下这个推送的控制器 会比较好一点 第四个呢 就是与PLC通讯网口插错了 首先咱看下它本体这个控制器这个位置啊 有两个网口 这里呢有很多选手都插错了 咱如果和其他的 你比如说像六轴机器人 PLC之间通讯的话 咱们要插到上面这个网口 因为这个网口的话是一网段的 下面这个网口呢是一个零网段的 这个呢大家不要忘了 第五条就是工具坐标系设置不正确 工具坐标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 咱点开看一下 然后手动输入 下一步 主要就是体现在这边有一个角度 和它的一个高度 咱是根据你不同的任务 然后你来把这个数值呢一定要填一下 然后点下一步 还有就是这个工具的参数嘛 有个质量 还有个重心 咱别忘了给它填写上 这是第五条 工具坐标的问题 第六条就是在咱这个视觉坐标定的时候 有一个这个到达拍照点 你还没有停稳呢 你就进行拍照了 会导致你整体的一个标定的一个精度呢 非常高 咱们看一下第六条 第六条的话就是到达拍照点之后呢 没有停稳就进行拍照了 这一点呢是很多时候咱们发生的一个错误 就这个的解决方法就是 咱一定要等机器人停稳之后再进行拍照 这样的话精度会比较高 这是第三部分 协作机局的部分 下面我们再讲一下考试的一错点 第四部分 就是我们的这个3D视觉的部分 这个呢也是在这个软件当中体现 首先呢 它第一条就是程序 不保存置控制器 这里呢给大家强调一下 看上面这个地方 很多咱们这个选手都会认为 点一下它呢就是保存 实际上不是的 它有区别的 左边这个 这是保存 这是保存当前的一个工厂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加载 是一个加载 咱这个一定要给它区分开 它是两个功能 第二条的话 就是不打开连续运行 咱的视觉程序 你写好之后呢 一定要把这个中间这个给打开 连续运行一下 咱的视觉程序才能跑起来 第三条就是3D相机的参数 调整的不到位 咱是相机打开之后 有个相机参数 主要就是调整这个彩色刷感器 曝光值 这个呢是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 还有下面的一个视差评仪 这个呢也是一个 啊 根据咱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第四个就是在做这个视觉标定的时候 它的位置变化不大 也就是说你做了一个点了 你再去做下一个点的时候 这两个姿态呢 相对来说要给它调整的比较大一点 是最好的 第五条就是内外参的路径保存的不正确 内外参路径 这里呢 主要是体现在哪呢 就是你保存的路径呢 不能出现中文 也就是说 必须是在英文的一个路径下 而且取的名字呢 也要是一个英文 这样就可以了 第六条就是颜色抽取 没有启用这个ROI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 就是我们启用之后呢 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框 它颜色抽取呢 就会在这个框之内呢 进行一个提取 外面呢就不取作用了 这个呢 咱可以启用一下 会比较好 第七条就是 以颜色抽取的范围值过小 这个呢 就是根据咱实义情况 这里有个预值 偏差预值 这三个值呢 咱可以进行调整 根据咱实义情况 进行调整就可以了 然后下一个第八条就是 斑点检测 只选择面积过滤 这个呢 就是在这儿 你只选择面积过滤 它下面其实还有一个叫圆度过滤 还有一个矩形度过滤 它这个呢 是根据你这个 那个轴长 和那个陀螺比 它两个颜色可能 可能比较相同 或者是面积比较相同 咱可以通过这两个功能呢 给它区分开 这个也是根据实义情况来做调整的 这一块咱可以注意一下 然后第九条就是 有向物体定位 没有启用PAC检测 这个主要是利用在这个减速机上面 再打开看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 使用PCA 启用和不启用 那启用之后呢 是什么效果呢 咱看一下这个手册当中 这是一个物体 如果不启用的话 它会沿着这个绿框进行抓取 可能抓的时候就比较偏 如果你启用之后呢 你就会出现这个紫色的 这个 它就会沿着这个 这个方向的去抓 相对来说 抓的这个物体呢 会比较正一点 这是启用这个 PCA的一个效果 最后一条就是数据发送 数据发送的话 这边有个标志位 咱这边要一定要打上钩 如果不打钩的话 可能有些判断呢 是判断不出来的 这里要打上钩 这是第四部分 就是3D相机视觉 这一块的一个讲解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五部分 就是咱这个AGV小车 它的一个点呢 就是在这个天线这个部分 咱们选手有的 就是担心 它这个天线会不会创造 其实大可不必担心 咱们就是把这个天线 一定要这样把它给抬起来 这样的话 它的一个信号呢 就是比较强的 很多选手都是把它放下去 这样是不对的 都要把它给抬起来 就这样就OK了 请不吝点赞